18年前的2004年 NBA迎来了第30支球队夏洛特山猫 而18年后的2022年 NBA终于也要迎来新的球队了 根据美国媒体Legion Hoops爆料 NBA有计划在2024年再次扩充两支新的球队 报道称 2024年NBA的媒体版权协议即将到期 而这也是他们扩充的最好机会 并且这次会同时扩充两支球队 分别坐落于拉斯维加斯和西亚图 由于这两座城市均在西部 一支原本在西部的球队也将被划入东部 而这支球队很有可能是孟菲斯灰熊 2007年全明星就坐落于拉斯维加斯 而那一年的全明星球衣 也一直是我心中最漂亮的战袍 这座充满商机的城市 也许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而西亚图就不必多说了 自从西亚图超音速搬迁至俄克拉河马 并且改名雷霆之后 西亚图人就一直试图重组他们的NBA球队 这事吵吵嚷嚷的闹了十多年 这回也终于是有些眉目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的完成阔军 这两支球队会叫什么名字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们留言 互动